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通常SLG遊戲多以寫實、歷史、科幻題材做包裝 像是山國、戰國、帝國、星球等 除了文化底蘊夠以外帶路感也夠強 但原創又是二次元IP都比較難引起共鳴 而今天的這款有機會嗎? 起源少女 那講這款遊戲之前還是要講講它的其他開發歷史 如果你不感興趣的話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去找未來的我 可能是當年受到學員墨世錄的影響 使得墨世加妹子的題材擁有不少受眾 也誕生出不少其他動漫作品 而這系列就是以這題材為開發 並且推出了三款作品 第一款是在17年發行的學姐軍團 其中象徵為橘卡羅 也活到了本次的取人少女中 遊戲是以SLG結合戀愛養成為賣點 而在戰略玩法上可以看到不少 Super Sale旗下的部落衝突的影子 這款元老級作品真的是被各類廠商引用到不要不要的 可能因為遊戲到目前還有一些蚊子腿的營收 在今年6月的時候居然還有一次更新 但如今也是半死不活半放生的狀況 隨時官府跑路也不用太意外 接著是2018年初的 League Girls 2 Last One 改成以SLG結合M&O的玩法 但這畫風實在太感人了 除非你真的是不挑剔 不然應該很難吃的下去 遊戲也沒掀起什麼大風浪 最後一次更新是2020年6月了 而畢竟在這個末日世界 韭菜必須學會自我生存下去 不過還是要記得刷卡續命 再來就是同年2018年底發行的 《絕境少女》 雖然這次有很大的例會 但還是沒有因此大紅 日版在19年11月推出 直到今年2022年的總累計營收 也不過3億日元左右 對比這超過1億的下載量 看的顯得格外諷刺 不過這公司也是蠻妙的 Google商店上 起源少女是沒有登記相關公司資料的 就不知道是忘記 還是想故意隱藏了 但從登記的發行商 Top World Studio 旗下的另一款 口袋騎兵 還是能找到來源的 而這款口袋騎兵 如果你覺得看起來很熟悉 也是非常正常的 基本上就是照搬 Super Sale於16年上架的 海島騎兵 然後再借鑑其他家的遊戲 奉合而成 也是跟我上半年介紹的那款 已足奇兵差不多 反正都是仗著海外遊戲要引入中國比較慢 所以就先開發類似款來搶佔商機 那終於講到遊戲實際的發行商 就是中國的 江魚互動 而股東之一是開發 力王紛爭的 日明星通 這款在當時 可是被該公司賺進了數不盡的鈔票 雖然現在的營收遠不如當年 但即使到上個月 也有將近億元的收入 真的是一間非常懂得如何捆綁用戶的專家 而目前口袋騎兵在前輩的指點下 也活得挺滋潤的 營收是遠勝海島騎兵 不過這龐大的營收背後 也是靠大量的廣告砸出來的 打開原產地中國的B站 幾乎都是廣告商的各類宣傳影片 非常少震驚的攻略相關影片 而廣告這點 日本的YouTuber也有討論過 基本上就是屬於圖文不符文那種 有點像早年的Hero Wars 一款不斷推送該如何殺英雄的洗腦遊戲廣告 又或者像近期不斷宣傳的 開放世界 元宇宙 虛幻引擎的 MLO遊戲 都是靠大量的虛假內容來觸及用戶 而下載打開後 都跟遊戲沒半毛的關係 而即使玩家刪除了 廠商還是獲得了下載量 能讓他衝上排行榜一陣子 也可能會藉由這樣病毒擴散到 剛好感興趣的用戶 而很多人都習慣玩遊戲投個小錢手出 那這個錢就哐嚷哐嚷的入袋 讓廠商又有動力 繼續推送更多的廣告 類似商業模式還有很多 像我之前介紹凡人修宣傳END 三七互語一樣 他們的本質都不是在做遊戲內容 都只是在不斷快速複製 市面上的熱門項目來吸睛 雖然有時候你看的覺得挺噁心的 但這就是行銷的魔法 不管是黑流量還是紅流量 都總比沒有流量來的好 尤其MO SLG的遊戲 是極度依賴強社交來變現的 而每次靠抄襲跟買量的方法 不見得每款都能創造出高峰 這點老前輩騰訊也示範過了 雖然外表很容易模仿 但內容很難 那聊到這就先打住吧 太多的延伸討論真的會講不完 那這次的起源少女 我個人覺得算是個實驗失敗的案例吧 從遊戲玩法上看得出來 是想直接複製並沿用口袋騎兵 將之前作品像是絕軍少女的角色 直接翻過來 但實際上在國際版的營收並不好 上個月的營收僅約500萬台幣左右 而我個人覺得二次元圈 其實算是個挺特別的市場 除了靠熱門IP本身有粉絲基礎以外 原創IP如果要捲起營收高潮 除了美術故事要夠吸引人以外 還必須靠二創圈來對外擴大發酵 單靠廣告新以來的客群並不穩定 這款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想要聚乳我給你 你要賣肉我也給你 看似給的很多很滿 也並不是不好 美術還是有一定的表現力 但就是勾不起我一點想誇的興趣 也有可能是在我體驗整體玩法上後 他並沒有給我類似倉物殘想的好感 而遊戲我玩起來的感覺有點像半成品 尤其這城鎮中的戰鬥 就是個假的 之後的畫面 就只是在展示一個結果 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按退出就好了 跟這個跳過功能是同一個意思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 他在底層的戰鬥判斷是非常單純的 只要你刻得多就夠了 其他並不重要 而核心玩法就是輕度化的SLG 生產建築跟士兵 然後再不斷透過合成升級再提升 不斷的擴張自己的領土 然後加入工會去打別人的領土 同性質的遊戲很多 這邊就不多講了 但這類遊戲通常都是重課金 才能有比較好的體驗 比較不適合一般玩家 而該系列的戀愛元素也有保留 但我玩下來就是覺得有點突兀 我只知道這是為胸懷大志的少女 很勵志很有夢想 背後肯定有個暖心的故事 想藉由拓展內容深度來打撈不同的玩家 但過程那個稀巴爛的故事 我實在是完全無法跟這些少女產生共鳴 也不知道這個玩法題材還沒有很錯 還是這個遊戲實在做得太一言難盡 我一直沒辦法有持續體驗的動力 如果純粹是要養老婆的話 我想是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不至於在這裡玩的不上不下 結論 二次元相關題材的手遊 在中國近年是重中之重的開發方向 不少廠商在不斷調整方針後 找到了產品的定位 像是幻塔 而盲目更進的廠商 繼續在奇怪錯誤的道路中循環打轉 至於他會不會哪天成功出圈 我想應該是看不到的 但其實在不斷重複的錯誤中 他還是能從韭菜中吸取養分長大 畢竟這是人人都有手機的時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